太空战 因为今天请那个吴教授来 很多部分要聊一下 中美之间的太空竞争 这一段时间从去年底 到现在上个月 神周16号 顺利的跟天宫对接 也成为话题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报道 就是接下来中美都要宣布 把人送到月球去 2030年将首次在人登上月球 这中国大陆方面的宣布 那美国呢 他们的目标是要在 2025年重返月球 我先问一下老师 阿波罗时期 已经多久前的事了 1972 不然很久前 那个时候到现在 已经半个世纪 美国没有人再上月球了 那个NASA前署长 他有说过 其实美国后来没有上月球 跟科技的技术部分 没有什么关系 而是因为钱跟政治 你的看法是如何 有没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因素 因为我看电影 是说月球有那个变形金刚吗 所以不能再上去了 关于这个梗我觉得不无可能 是真的假的 因为你知道 大家知道月球我们看到 永远是同一面 对 因为月球自传 不科学的存在 跟它绕地光转 永远看着你 对 外星人的摄影棚啊 对 所以月球的背面 我们是人类 除非你进到太空 是看不到的 那目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国家 曾经去绕过 发射过太空载具 绕过月球的人 才真的看过它背面 看了背面都不上去了 看到背面 或是说看了背面 更想上去 我不知道 对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还是要提到以前 这个美苏的冷战 那美苏冷战是到 大概应该是 1991年吧 苏联解体之后 才真的消失 那解体之后 你想想看 原本他们的这些二战的时候 发展这个飞行科技 就是要做战斗机 炸炸炸炸 那可后来飞机都已经 民航化了 那现在一样 太空科技 这个 在发展的过程中 NASA自己也不做太空 所以慢慢民航化 原本想交给 波音跟SpaceX 也慢慢在发生 所以美苏反而合作起来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国际太空站 ISSS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那ISSS目前有 主要是五个国家在运作 就是美 日 日 加 还有这个 欧洲太空总署 大概就是这五个单位 所以美国跟俄罗斯 基本上在这上面 就已经开始合作 里面就唯独一个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那为什么不让他参加 其实以前早期是不让他参加 但后来也有评估就是 他们可能当时 准备要参加的这个资金 可能也不太够 可是他现在事过境界 又隔了这么多年 这个总统这边 其实已经有足够的能力 跟资金可以去参与 但是他们不想要参与 因为你已经排挤我这么久 他当然 就是心态上就觉得 我就自己做 所以也很令人佩服 他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自己造了自己的汉务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竞争过程中 这核酒必分 分酒必合 现在美中之间看起来是分 那这个下一步会怎么样发展 我觉得中间的关键是 接下来这几年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 虽然政治是一个关键 但是我觉得经济发展 应该是会决定 因为苏联解体你知道 主要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经济我想是最主要元素 经济元素还包括 压垮他最后跟稻草之一 就是承诺比事件 让他这个经济 发生很大的动荡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社会不同阶级利益的分配不均衡 还有他原本的苏联 他就有很多种族的一个熔炉 种族之间的地位也是不平等 所以现在就是看 美国也是一个种族熔炉的一个国家 那中美之间也都各自有 各自的经济的这个问题要解决 所以就看哪边在经济 还有这些我讲的刚才那些议题里面 这个先发生动摇 那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 在这个竞争过程中 因为吴教授讲这番话 跟英国一位专家叫白正哲 讲的是逻辑上完全一样 他认为太空计划太贵了 风险也高 美国方面是跟民间合作 拉高了开发的效益 不过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航天 也是由国企来做独占的 所以它发展的可以快速 但是它的商业应用空间 相对比较小一些 虽然有官方的支持而稳定的发展 但是如果接下来 中国大陆经济下行的话 或者是中国大陆进一步 被国际制裁的话 或许中国航天的计划的进度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跟美国自己经济 能不能够在2025年 支撑它去上月球也是一样的 因为包括了美国自己 太空人也讲说 如果没有钱 一切都白谈 因为2022年 NASA的预算是240亿 今年调高到260亿 但是说这个话的是 阿波罗七号的太空人 叫做坎宁安 他说除非美国国会 投入更多的资金 要不然美国回月球 也是一个根本就是 你就光想的就好像是不可能的 对 就是说 这次分析我都同意 就是最后一点 我可以提供一点意见 就是说他把以前的金额 跟现在金额拿来做比较 然后加上同货膨胀 觉得说美国现在政府付的钱 可能跟已经金飞习比 没有当年的多 因此发展有困难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我刚才有提到 他已经像我们刚才讲 二战的时候 大家发展 美苏发展这个航空科技 是为了战斗机 后来把他这个不打仗了 就把这些航空科技 下放到民间 做这些波音七四机 空中巴士等等 所以就造福了人类 现在一样就说 他们在发展太空的过程中 有发现单靠自己的能力 政府的能力 跟税金的收入 要来支持一个太空计划 大型越来越大太空计划 基本上不可能 所以他在2011年的时候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是不是太空梭已经停飞了 最后一架太空梭飞行 是在西元2011年 那大家就说 难道美国不发展太空科技 不是 而是他已经意识到说 美苏的太空竞争已经结束 对 那所以他就 我没敌人不必急着飞 钱花那么多干嘛 所以他就不要 也不需要把这么多钱 再把这科技全部握在手里 他想说 这个东西就已经可以看到 所以他当时投资 就是两个 两大公司 一个就是波音 一个就是Space 为什么现在又要再重新 启动太空梭呢 是因为就是北京赶得快吗 没有 现在就是说 其实那时候太空梭 应该是说从来没有中断过 也就是说 这个他转化成民营之后 这个太空载具的概念 就是一定要能够回收 我们看到SpaceX 它所发射的东西 都是可回收的 所以可回收这件事情 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包括中国在内 它也在发展 这些可回收的这些载具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从2011年之后 美国已经很确定的 从那年开始 就是要把这个太空科技 部分转民营 那转民营的部分 当然他们还一定是 或是军事战略上面的一些 没有公开的一些合作跟策略 但是他很多部分是 交给民间来操作 有点像BOT的这种概念 所以也就是说 他现在美国政府投的钱 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民间去Match它 或是这个SpaceX所花的钱 其实那个很多倍 NASA它开发出来的 开工技术这些专利 或者是相关的核心技术 下放给民间 包括了不光是波音 包括很多像美国的国防军工业 取得这些专业的技术 到时候美国政府要征召 全部还是给美国政府用 在买授权 对 那当然这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的功能 只是说它在钱 我们前面一直讲 经济其实是一个关键 你在谈这些竞争 AI的竞争 半导的竞争 甚至现在太空科技的竞争 其实经济 一个国家经济实力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为大家一个数字 就有一个概念了 因为我刚刚讲到的 拜登他去年的预算是240亿 今年调到260亿 但是太空人说 这根本就不够 因为比较之前 在1970年代初期 阿波罗计划的预算是250亿美元 当时的250亿美元 经过的通膨 等同现在的币值 是1530亿 所以现在的资金 只是当年的大概七分之一了 所以他当然觉得不够 不过 刚刚物调师 我要特别问 你刚刚讲到说 美国做太空开发 这下关的技术 后来 民音化 民音化 对 这就是我要问的重点 因为我们常在讲 国家利益 我们地球的日子都还没够晚 你上太空 花那么多钱 对于一个国家在地球上面 跟其他的国家做竞争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样的直接利害关系 美国 中国大陆发展太空 那对于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 或在地球上 我不是说要称霸 或者是彼此竞争的时候 到底有什么样的直接性的帮助 因为钱花这么多下去 如果没有一些利益回来的话 何必发展 对 以前我们讲制空拳讲的是天空 现在制空拳讲的是太空 对 那你说发展太空科技 其实它有很多多元的目的 那就民生来讲 我们常常讲说 现在地球暖化 你前面提到这暖化的问题 有可能地球有造 或许到达那个所谓的临界点 它已经一去不复返 地球变成是这种所谓的棉袭地球 不能使用的时候 我们是要外星移民 所以你往太空去发展 可能是一个 飞走不可能的手段 比方说再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唯一的避难所 大概就是月球 甚至于火星 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它受到这些原子的 这些核能的污染等等 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它有战略的价值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 什么间谍卫星 甚至于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的 这些从卫星上面去投射 投放这些致命武器 这个其实在现实中 都有可能会发生 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要去 花很多力气 去争取这所谓的滞空的 这个 的一个优势 其实是有多方面的考量 它除了民生经济 甚至于其实我们像 我研究的优秀 我用很多太空望远镜 所以它往上不是看地球 它是朝向外太空 大家知道人造卫星 有主要两种 一种是朝向地面看地球 对 那可能是为民生用途 就是卫星 就像台湾的浮卫7号 那这个看外太空的 就是像韦伯太空望远镜 它之前的哈佛太空望远镜等等 所以它在太空上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价值 除了民生经济上面 还有这个军事战略上面的价值 所以大家都想往这个方向走 哪些技术可以立刻 就变成国防军工业 直接接收 像卫星咬侧 低轨卫星 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做 甚至于半导体 半导体 对 我们就算半导体 我想各国接人 然后不止台积电 政府跟他们关系 一定都是非常密切 它不可能说 我是一个独立的这个 产业一家公司 不太可能 因为这都牵涉到 这些战略跟国防的问题 我比较想问的就是 大家看从 就是去年这样 神舟15 然后今年16 都是发射就顺利 美国反而是在 这个火箭升空的时候 有两次燃料外泄 然后大家就讨论 为什么北京可以追这么快 因为刚刚讲到 国际太空站 那五个国家 包括了欧洲的太空 太空叫什么 美加日 这个 美加日 欧洲太空总署 OK 没有中国大陆 所以当时中国大陆 就得自己来做 那反而或许 现在回头看是个好事 因为当时没有加入 他就必须要自己压缩 他就是自己要有 这跟半导体一样 最近大家 我就想要谈这个 因为反而在那时候 全球化的时候 那个产业链 各自分别在不同的地方 各分 各自起始 所以在晶片这一块 反而受限于 不管是光科技的取得 等等 大陆在晶片的发展上面 有点被掐住了 但是因为上太空 可以追赶的快 是因为它的晶片 所需要用的稳定度高一点 所以它不需要强调那么小 所以它 就算奈米数没那么低的话 它一样可以 可以自己来做 赶的快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 就是说 甚至于像说 我们讲手机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 现在最新的 台线在做三奈米 虽然梁绿还有点争议 当然它已经 基本上 算是进入 或是快进入量产了 那基本上 东西要越做越小 它才有效能 攜带的方便 上业化 可是你太空很大 对 你大的唯一的坏处 就是打上去不好打 所以现在人造卫星 就越做越小 对 那它就是它的这个 配漏会比较轻一点 你要打上去的 这个火箭的 这个发射能力 就不用像以前的人造卫星 都很大 对 那现在卫星 大概从小的卫星 从几公分到大的卫星 这个几米的 几顿的 从几十克到几顿的都有 那做小一点的话 当然就是会省它这个 这个发射的时候 燃料 对 但除此之外 它其实太空就是很大 你做大一点 它不需要去 从这什么 去计较这12奈米 一定要到3奈米 那倒是不一定需要 这是它能够赶上来 大家觉得说 有点快的 一个原因之一了 对 那前半段 晶片那部分 就不是被卡住的状态之下 那刚才提到这个 为什么要去争取 太空的这个制空权 有一个我刚才没提到 就是说 为什么要大家去谈登陆月球 你提到这个 阿姆时窗登陆月球 甚至于到现在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怀疑阿姆时窗 到底有没有登陆过月球 你会怀疑 你在NASA上班 在当年的那个年代 我们媒体没有这么发达 那有没有登陆月球 你在NASA上 看到什么机密资料吗 没有 这是一般常人 一般常人 应该都会有的 但那已经不重要 那已经不重要 现在我相信 现在科技 我们都有办法登陆月球 那为什么 以前这个 登陆月球之后 这个美国长期 对月球没有信 因为他们当时认为月球 经过他们 这个探测之后 觉得月球没有水 所以不适合人居住 因为水很重要 水里面你把它分解之后 变成氧跟氢 氢可以变成能源的来源 氧可以是呼吸用 那没有水的话 就什么都不用谈 我们现在对火星移民有兴趣 因为火星有冰川 上面是真的有水 所以我们是抢上去 那月球是到最近几年 我们发现说 它上面 原来真的有水 所以NASA前一阵子 才发布他的消息说 每立方公尺的这个 月球图里面 有大概340克的水 那这个量 其实是相当多的 那你说好好去 开始的话 其实我们移民到月球 是有可能的 所以因此我个人认为 这不是报答上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 因为月球有水关系 所以提高了我们人 可以移居那边的可能性 所以各国也就相近的 想要再重新再去登陆月球 想办法再把月球 变成是一个可能的 一个殖民地 我们来看这个报道 只有神州16号 大家也看过新闻了 因为美国阿米提斯火箭 两度燃料外泄 延后升空 相对应的时间点 我们看到神州15 16号的发射过程 6月初的时候 神州16是在天宫 跟天宫完成的对接 三个太空人交接 我想问一下吴教授 你自己来看 中美在发射 顺利的落差 杆管上 跟未来 如果把太空站 真的当作是一个 中美对抗之后 地面的竞争 延续到太空上去的话 那接下来的关键 除了刚才提到的 经济的状况 那还有什么 其他一些关键的指标 是你会觉得可以去留意 我觉得还是经济 还是经济 对对 我非常关心经济 真的对中国这些 最近的几个 尤其太空站 还有航天器的成功 技术层面反而不是最关心的 没有 技术层面 方面让人家觉得非常佩服 这个是我们要讲坦白 就是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自己独立 然后把它送上去 而且他也不怕 他就直接直播 就上去 这真的是让人家 觉得非常佩服 那后面你关心的 我们不是说 他经济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说从历史的 这个角度来看 以前这些会崩毁的 都是因为经济的因素 这个让他没有办法 继续发展 所以现在中美的这些竞争 或是说各国 不要不限于中美 大家其实都想发展科技 包括欧洲太空科技 他们也在 也在发展这个科技 所以太空科技 所以最后重要的 关键的因素 因为他花钱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用钱 里面又有很多贵金属在里面 又有些这些晶片在里面 所以最后 我觉得最终的关键还是经济 那经济又牵扯到政治 是 不过说到这里 美国是可以印钞票 中国当中比较难印钞票 来 钞票印太多会通膨 所以要进去看这个太空战 所以 增上天 还是回归到地面上 大家谁 真的能够实打实的 把钱给挣出来 我觉得经济还是蛮重要 我们下期再见